欢迎收看有线新闻的学员思恒 《基本法》23条立法展开资讯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本台节目说 叛国罪好有机会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 又说积极考虑在窃取国家机密罪 加入重大公众利益作抗辩理由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举例 揭露官员是特务 有机会可以公众利益为由抗辩 何软仪报道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下妈必 为23条立法公众咨询解话 林定国透露当中叛国罪最高刑罚 可能是终身监禁 就着一些最危害性的 最伤害性的国家安全案件 将最高刑罚定为终身监禁 其实也是一件很合乎国际惯例 也合乎原有法律的 就是叛国就会是吗 有机会是 我觉得好斗机会是 现在法律也是有这样的规范 政府表明会积极研究 以重大公众利益 作为窃取国家机密罪的抗辩理由 强调门栏要相当高 原来它根本是一个特务投资来的 你让它掌管最机密的东西 这可能跟国家安全有关 原来不是的 纯粹可能是一些生活上的东西 这似乎好奇多些 就不关公众利益 有些新闻学者都说 觉得其实国家秘密 还有怎样为之危害国家安全的定义 就是不够清楚 所以我们来参考一些外国的做法 它们都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 其实这个说去做的定义 就是这样一个很详细的列表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得到 因为正正就是 你看一个什么是构成一个国家机密 除了看它的种类之外 也要看它的性质 本身的文件的内容 究竟是不是权限的问题又要考虑 自信文件提到研究引入措施 例如延长激留时间 阻止被捕人见律师 英国的例子 就是可以给警方向司法机关 申请延长激留最多14天 其实香港现在 你们觉得多少才是足够的 我想英国是一个好的参考 一定是交给法庭去衡量的 英国就是的 我们觉得这个做法 也是很值得参考的 阻止激留的人咨询和律师 香港是不是都会参考呢 我们觉得某个律师 可能是去见他 可能这个同谋 或者这个我们觉得他的身份有问题 就是可以阻止他见这个律师 但这个不代表不可以见其他律师 至于是否计划 在立法会暑假休会前 完成立法 他们重新有限制责任尽快处理 有线新闻何软宜报导 基本法23条增设境外干预罪 外界关注 如果本港大学和海外机构合作研究 但政府认为内容失实 是否构成以不当手段抹黑政府 律政司司司长林定国说 需要是明知地址输为马 才有机会构成犯罪 邮津华报导 建议增设的境外干预罪 外界关注 明天和境外组织交流 会否被指触犯法例 现在23条没有禁止交流 千万不要弄错这件事 我们禁止的就是 首先你要配合我的势力 用不同的手段 还要有一个目的 例如就是影响选举 干预其他事情 立法会的工作 一般的正常交流活动 我们在做的 我完全看不到 为什么有机会 立入现在我们的罪名 也有学者忧虑 会不会矫枉过症 例如本港大学和海外机构 合作研究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 如果政府认为报告冲不实 是否已经触犯法例 在法律上 失实陈水这件事 是讲的是事实的问题 有很清晰的分别 事实就是一件事 意见是一件事 我们现在讲的 针对的是一些客观的事实 而你明知那件事是假的 现在我面前这本书 其实是紫色 你就讲到是红色 这些是事实 你说漂亮不漂亮 那些叫意见 现在针对的就是你 就是指鹿为马 指黑为白 还要是明知 那你才有机会 构成一个不当的手段 如果一些环保团体 或者劳工组织 和外国组织交流之后 有进一步的抗议行动 例如静坐 又有没有触犯 以不当行为向政府施压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 如果是正坐 只是表达意见 看不到会因为正坐 而影响立法会的职能 有线新闻 由俊华报导 新华社发表著名文章 说有反中乱港分子 害怕和阻挠 《基本法》23条立法 文章说 特区政府启动23条立法公众咨询后 香港内外有些人偏造谎言 煽惑恐慌 将立法污名化 妖魔化 23条立法将法律漏洞一一堵塞 反中乱港分子再宣扬港独 破坏香港稳定 危害国家安全 就不可能逃脱法律制裁 文章说 外国外港人士不会担心23条立法 反而会积极提出意见 支持进化完成立法 美斯率领国际迈阿密 在香港大球场公开操练 备战今天对香港联赛选手队 姜家燕报导 班主迫行率先登场 之后到一众球员 包括巴士技师佐迪艾巴等 但就未见到美斯和苏亚蕾斯 一众想捕捉球黄身影的球迷 难免失望 不用这么快灰心 大家想见到Munico 大概10分钟之后 美斯下足登场 先在中圈和队友玩猫猫抢球 举手投足 会引到球迷欢呼 想清楚点 这位女球迷出动了望远镜 日前对艾纳斯有传美斯身体不适 只在美段落场几分钟 朱雅连马天奴赛前的记者会说 美斯星期日一定会落场 尽量让他有多久踢多久 粗年的门票一早卖光 大会向学生青年运动员 和基层家庭等派了15000张票 有球迷生日都来捧场 希望拿到美斯签名 似乎就没有他那么幸运了 可以和美斯近距离接触 一班籍球员训练之后 和本地的小朋友交流 他们就突破保安防线 但未接触到偶像已经被截停 迈阿密星期日下午会在大球场 迎战香港联赛选手队 有线新闻姜家言报道 抗民署严厉谴责 有观众在球队操练期间 违规闯入草地范围 罔顾公众和球员安全 呼吁今天入场的观众 安坐员委欣赏球赛 大会将会加强保安 如果有人闯入草地施扰 会被即时驱逐离场 甚至交由警方处理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视察为民主天津部队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问候官兵和宋上新春祝福 李健生报道 星期五上午10点多 习近平抵达天津警备区 他接见了驻天津部队官兵代表 核影留念 习近平说过去一年 驻天津部队坚决执行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 各项工作执实推进 中待任务完成出色 特别是有力支援天津防信 抗洪抢险 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的一年希望同志们 深入贯彻新世代的强军思想 深入贯彻新世代的军事战略方针 要扭住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份的目标 这个攻坚战 强化使命担当 狠抓工作落实 努力开创部队建设的新局面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他又指示要做好过节工作 春节就要到了 全军部队要加强战备之班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确保全国人民过一个欢乐 祥和安全的新春假节 同时要搞好工作的统筹 要把官兵的节日期间的生活安排好 借这个机会 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武警部队官兵 军队文职人员 民兵预备人员 拜年祝大家新春快乐 身体健康 工作进步 何家幸福 龙年吉祥 中国海警说 菲律宾船隻向人外招军艦捕级物资 中方曾经广播说会采取强制措施 但菲律宾军方发言人早前说 捕级船未有受到中方阻撓 李健生报道 中国海警说 飞方一艘小型民用船 星期五向在人内招飞法坐摊的军艦 运送生活物资 中方全程跟踪监视管控 重申中国队包括人内招在内的 南沙群岛和附近海域 拥有无可争辩主权 会依法在中国管轄海域 持续展开维权执法活动 中国海警未有交代之后的情况 但菲律宾军方日前就说 补给轮换任务毫无瑕疵地完成 飞方船艦并未受到中方阻撓 或者发生任何突发状况 根据飞方说法 有别于近几个月双方船艦近距离航行 还有中方被指发射水炮的状况 有菲律宾舆论说 或者是上个月在上海举行的 中非南海议题双边创商机制 第八次会议的成果 令局势暂时降温 有线新闻里见生不到 又吃饭来有其他新闻 稍后见 回来新闻时间 尤玛地有男人在餐厅被三人袭击 手脚中刀送丸 警员事后围封现场调查 餐厅地下留下大量血迹 昨晚10点多 消息说男事主和朋友 在长乐街28号一间餐厅吃饭期间 三个蒙面刀手突然闯入私闸 得手之后向左敦道方向逃走 男事主手臂和大腿中刀 一度昏迷送院抢救 警方正是追缺疑空 警务处处处长肖扎仪说 维护国家安全是警队重中之重的职责 基本法23条立法后 警方怎样调配人手认对执法 他说是高度机密 不方便透露 吳俊报道 警务处处长肖扎仪出席香港警察学院 结议会操之后 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是警队首要任务 警队是维护国家安全这方面的中坚力量 我们希望是为令到香港 大家都经常记得四个字 国安加号 有国安才有加安 有港安 被问到警队会不会增设部门和人手 应对基本法23条执法工作 因为涉及一些敏感的资料 这个也是高度机密 我们就不方便在这里投入了 肖扎仪说 自警务处上年5月调整入职条件 包括取消最低身高和体重要求 和增设警员中英文不时 以满足学历要求之后 投考警队的人数上升 调整要求之前 全年有近8000人投考警队 调整要求之后 本年到头9个月 已经有近9700人投考警队 升了超过两成 其中投考建杂督策的人数 升长5成8 投考警员的人数就升6成3 有线新闻吴俊报道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或美娟说 安排座谈会 向区议员和关外队 讲解《基本法》23条立法 星期一、二是一个座谈会 是一个解释会 不是说要上堂 上完堂出来之后 就要做些什么工作 其实这个要令到我们的区议员 或者地区人士 我们的关务队的队员 可以掌握到政府的政策 那个内容 这个都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你看到 譬如23条立法也好 或者支持垃圾征费也好 我们都安排了不同的政府部门 向我们的区议员 或者我们的关外队 是可以有些解说的工作 那我们当然希望 我们区议员和关外队 他们能够掌握到这些信息的时候 如果市民有意见 他们可以收集 由尖旺区议会举办夜宾婚活动 设有灯饰和音乐表演 正务师傅师掌唱永兴 由尖旺区议会主席余建强等 在尖沙咀拍例救物大道 主持亮灯仪式 夜光龙斯向市民拜过早年 尼敦道两边设有灯饰 延伸到左敦 又有打卡位 这是政府日夜都彬分系列活动之一 未来一个月有音乐表演 派发新春礼品等 五月会有救物节 和海上烟火会演 高铁在农历新年期间增加班辞 应付入境人流 今个月11日到13日 即是年初二到初四 广深港高铁每日增加22班 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福田站的列车 每日班次增加至105对 新增班次的车票即日起发售 有关车票可以使用福田零活行 即日更改车次安排 第二期共创明天得到超过170间企业支持 学员到郭泰城体验航空业工作 国泰希望学员多点发掘自己的长处 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张俊熙报道 近600个共创明天学员和有师 去到郭泰城体验航空业工作 参观无耳机舱 了解空中服务员的工作 他们还能够参观空厨和货运等的设施 我才学习到原来航空公司是有很多原划 即是有很多职业 也有很多不同的岗位 3 2 1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开幕礼的时候说 计划到现在得到超过170间企业支持 我充满信心 政商民三方将会继续同心同德扶持我们的学员 我们有几个口号的 希望他们站得更高 看得更阔 走得更远 国泰人士董事王伟彤说 希望学员多点发掘自己的长处 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我喜欢是科技多一点的 也有一个很大的IT数码化的部门 或者去到好像Sunny师傅那样 喜欢吃东西的 喜欢煮饭的 我想多一点见识去看看不同的公司 可以供应一些不同的职位 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至于近期国泰的人手问题 他们没有正面回应 只是说会定期检视团队的薪酬待遇 有线新闻张晋熙报道 还有不够一个星期就过年了 有大型花场说 很多公司和机构都一早订构桃花和年吉 销情不错 在花区的花店也都对销情审慎乐观 张海原报道 这个花场有大约100棵桃花 今年炸暖还寒 未有影响桃花生长 花龙强哥预期都会开得漂亮 这日就带着客人来选择 始终门面 一来可以令到我们的客人来 或者是一些大家同事回来都会开心很多 起码有个位置去打卡拍照 一颗漂亮的桃花是很重要的 新一年要大吉大利 年吉都是很多公司和机构的选择 这里不少年吉都已经名花有主 还有兰花 和近年新兴的红掌 全部销情都理想 公司或者私人都好 都很乐意 都是有单回来 而且这两个礼拜的成绩都算理想 农历园才一次的 一年才一次 也是裸耳头 也是说转运的年花 随够纳身 所以旧有的客户都很乐意去摆 过年前最重要就是 识心照料理这些年花 买到好的价钱 老板说今年九成花的定价 和往年一样 但最近天气暖 要开冷气给兰花 成本高了 没办法都要加少许价 去到花区 更加应有尽有 尤其是蝴蝶兰 都是很多家庭的过年选择 有花店对今年萧情审慎乐观 因为做花这个行业很有趣的 喜庆的那一年 固然买得多 感上天花 觉得不是很好 经济环境不是很好 也要充气买多些花 近期政府打击阻界 他们预期很难在店铺出面 摆放年花和盆栽 希望不会太过影响气氛和烧情 有钱新闻张海原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